泡芙姐姐画画教室到底上都贴几堂了啦 好吧,我们本来就不是教变魔术嘛 首先,先用铅笔画出轮廓 接着,我们就要开始选颜色咯 日式糯米小丸子的颜色非常特别 有绿色,有淡黄色,还有一个是粉红色的耶 然后,外框会画得比较重 中间的颜色会比较淡 这是因为,灯光是从上面打下来的 小朋友平常可以多注意 灯光是从哪里来,阴影又会落在哪个地方呢? 上过七堂课的小朋友都知道 最后会加上阴影 日式糯米小丸子就完成了 看起来有没有好有立体感 我们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哦 快看看上面,你总共学过了几种呢? 似乎那这样都有一点 Bear, do带我开始洗水